第九圈勾好,那这一圈完成之后呢,一共有84帧,大家自己检查一下帧数,然后接着勾第十圈,取下第一帧记号扣,穿到第一帧里勾一个短帧,第一帧上挂上记号扣,每一圈的第一帧上呢,记得一定要标记好。 这一圈呢,我们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帧,不加不减的意思呢,就是每一帧里这样穿帧过去,勾一个短帧,那这个帧数呢,和这个第九圈的帧数是一样的,每一帧里都是勾一个短帧, 大家把这一圈呢,勾到这边结尾位置,再看一下讲解,好,一对一的取进行勾之。 第十圈勾好,接着勾第十一圈,十一圈呢,是按照六个短帧,一个加帧为组,这样进行编织,取下第一帧记号扣,穿到第一帧里勾一个短帧,好,挂上记号扣,下一帧,穿帧过去勾第二个短帧,下一个,第三帧, 三帧,四,五,六,六个短帧,然后下一帧里勾加帧,好,穿成过去,先勾一个短帧,同一帧呢,再勾一个短帧,这一圈呢,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,重复去进行勾之就可以了。 接着呢,是六个短帧,一个加帧,第二组,六个短帧,一个加帧,第三组,大家把这一圈呢,十二组呢,完成,勾完之后,再看一下后面讲解。 十一圈勾好,一共九十六帧,接下来勾第十二圈,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帧,取下第一帧记号扣,第一帧里勾一个短帧。 那这一圈呢,勾法是比较简单的,不加不减呢,就是对应的每帧里去勾一个短帧,大家呢,把这一圈完成,好,勾到这边,结尾位置。 第十二圈勾好,接着勾十三圈,取下第一帧记号扣,第一帧里呢,勾一个短帧,第十三圈,我们按照七个短帧,一个加帧,唯一组的规律,这样重复进行编织,好,一共十二组。 好,这是第一帧,然后下一帧里呢,穿过去勾第二个短帧,下一个,第三帧,四,五,六,七,七个短帧,然后下一帧里穿过去,先勾一个短帧,同一帧呢,再勾一个短帧。 好,这就是第一组了,按照这样的方法,重复进行勾织,把这一圈的十二组呢,勾好。 好,十三圈勾好之后呢,然后把勾针上的这个线条,大家勾针放到一边,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织片的形状呢,这样整理一下,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是有一个弧度的这样一个形状,帽顶部分。 然后我们再拿出软尺,厘米的这一面,就沿着这个圆的边缘,测量一下我们十三圈,勾完之后,这个周长的大小。 这样量出来呢,大概是五十三厘米左右,如果说你勾出来是五十一,五十二,也是没有关系的。 接下来呢,我们在勾支的时候,如果说手近偏紧的朋友,那你勾支的时候呢,如果说是四十几的话, 你也可以,就是说接下来的第十四圈,你可以勾八个短针,一个加针,然后这样重复,把这一圈呢,勾完。 勾完之后,第十五圈,我们就是不加不减的勾支短针了,一直到茂深,勾到这个合适的圈数就可以了。 好,那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进行勾支。 像成人的头位呢,一般是五十五到五十八左右的范围,偏大一点呢,在六十,这只是一个范围。 好,然后那你在勾支的时候,像我们刚刚量出来,在五十三厘米左右,好,在这个范围,举例是五十三。 那我们接下来在勾支茂深的时候呢,它还会再增大个三到五厘米左右的范围。 这个呢,是根据你的手近勾支出来的这个尺寸呢,我们可以边勾边测量。 好,大家勾支帽子的时候呢,可以就是说接下来勾茂深的时候,你勾个两三圈之后,去量一下这个茂围的大小。 好,如果说偏紧的话,我们可以及时调整一下这个松紧度,这样呢,可以勾支出你自己需要的这个茂围尺寸。 好,那接下来呢,我们就继续勾支这个茂深了。 手近偏紧的朋友,你可以再加一圈好,给它帧数多加一圈也是可以的。 好,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勾茂深,取下低针叫扣,穿到低针里勾一个短针。 低针上挂上叫扣。 接下来茂深部分的勾支呢,就比较简单了,就是每一圈呢,都是这样,在每一针里去勾一个短针。 像我现在勾的是第十四圈,这样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,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。 一圈,好,我们勾到最后,这一圈又完成了。 接着下一圈呢,勾法还是一样的,再这样进行编织。 前面我们在勾镂空花形的时候呢,按照规律这样勾过来。 到这里,就是在镂空位置是勾的第七圈,这里勾短针的。 这样数圈数,七,八,九,十,十一,十二,十三,十四,现在是勾到第十四圈。 然后从第十四圈往后,大家这样进行勾支这个深度,一直勾到第二十六圈的时候, 后面呢,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茂深底部的这个花形的勾法。 因为接下来方法比较简单,就是重复部分了。 如果说你是多加了一圈的话,就是勾了第十四圈,勾了八个短针,一个加针的话, 那你就这样继续勾,第十五圈是不加不紧的勾支这个短针, 然后勾到二十六圈左右呢,都是可以的,自己呢,也可以实戴一下。 好,那大家呢,可以把这个深度部分勾完,再看一下后面的讲解。 现在茂深的短针部分呢,我已经勾好了,看一下。 那我们勾完之后呢,在这个最后一针上挂上记要扣,接着勾第27圈。 首先呢,取一下第一针记要扣,穿到这个第一针里, 然后绕线,勾出,勾引拔针,前面线从后面线圈里直接勾线过来。 引拔针勾完之后呢,接着再勾三个辫子针,绕线,勾成上线圈里勾过来,一个辫子针。 第二个,第三个,然后在第三个辫子上挂上记要扣, 在这个小辫子中间挂上去扣住。 这里的起针三个辫子呢,把它当作一个长针,好,这就是一个长针了。 然后接着我们回到刚刚标记的这个最后一针里,勾一个长针,好,这样取下来,勾针绕线,倒回来,穿到这一针里, 然后绕线勾出,勾一个长针,这就是一组交叉长针的勾法。 因为这里是起针,所以呢,首先是起了三个辫子。 然后接下来呢,我们这样给它空一针,然后在下一针里,绕线,穿到下一针,勾一个长针。 接着呢,我们看一下,这边可以这样捏着会好勾一点。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刚空着的这一针里,再勾一个长针,好,这就是第二组交叉长针的这个勾法。 交叉长针呢,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勾之时候是先空一针,下一针里先勾一个,勾完之后再回到空着的这一针里,勾这个长针。 接着再勾第三组,好,空一针,然后下一针里,勾一个长针。 回到空着的这一针里,穿回来,勾一个长针,这就是第三组了。 那这一圈呢,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,重复进行编织。 好,接下来呢,看一下,底边要空一针, 下一针里,勾一个长针,勾完之后再回到空着的这一针里,勾一个长针,这就是一组。 那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,把这一圈的交叉长针呢,勾完。